為了提升經濟消耗夠有品質 環轉消耗發電的堅靈 台南市政府將過去消耗教科書 以及營養午餐 免費方案 新疾為商品學校 學務發電金費 補助各位 一百零九年度 總共有十斤國中 一百零三斤國修 提出申請 總共百出三千八百七十二萬金費 讓學校發電所自己的家庭設 也讓學生可以實行電磷 有這些經費 他們可以自主的應用 另外也有一些學校的社團 還有學校有一些本刷 購買設施設備一些器材 他們也都可以用這筆經費來使用 最重要的是提升學生學習品質的方案 有的孩子如果學習好像有一點點落後 他可以聘老師 在課後的時間給他加強他的課業學習 總的來講 整個學習的品質呢 是要往上提升 那學校能夠各自的 自主的去發展他們的一個特色 這個是最主要的一個目的 市長恩委特表示 為了支持消耗發展 市府是做得不夠的努力 未來也會持續中央教育金費意志 109的學年度就是到今年7月31號 應該是去年的學年度 我們核定的總補助經費 高達3872萬 那這3872萬除了照顧 我們小校孩子的這個學雜費之外 另外剩下的經費就是給各位 學校的各位校長老師教學團隊 能夠把教育這個辦得更好 我們也看到了很多學校的 包括風雨球場 或者包括教室的屋頂 現在都有太陽能 太陽能這個經費完全都是 回歸到學校的校務基金 使得校務基金能夠更充分 包括改校改善同學的教學環境 或者是讓一些軟硬體設施 能夠更充裕 小型學校校務發展經費補助各位 學做小校發展處教學 提醒 希望讓學生得到四行發展 創造人生無限的可能 大家請問張瑟維 蔡宏伯德